那花龙点睛 今天节目现场我们有Daniel曹富山这位魔术师 哈喽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Ivan听众你们好 是 那就在我们的脸书 已经是成功的进行这个视频直播了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那大家就可以透过视频直播 收看跟收听 同时大家就可以分享在各自的脸书 因为今天我不只是要谈这个魔术 然后包括这个魔术人生 我希望说Daniel把一些 你自己本身比较擅长的魔术 能够在直播 或者是能够在广播式一种表演的话 那就带到现场了 那喷火吞剑就留下一次了 对对对 然后就不然的话 等一下整个广播室被烧掉怎么办 OK 好啦 那其实说到这个魔术的话 我们常常知道说这个魔术 不管是小朋友大人也是很爱 往往一般上都会在现场的 引起大家的关注对吗 对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蛮特殊 算是一个很艺术性的一个表演 所以不管大人小朋友 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个表演 是 其实我知道说你本身不只是为魔术 你还会中国四川绝技变脸 对也会四川变脸 然后还会什么呢 就这两个是比较主攻的一些表演 比较主攻的 对 而且我看到你的一些视频 你不只是单人变脸还有双人 对还有双人变脸 就和我拍当局有时候 就一起联合出手了 所以怎么有找我 我们三人变脸 可以没有问题 有机会 好那其实说到变脸的话 一个人变脸 一个两人变脸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它基本上呢 它就是变得脸的次数会比较多 然后加上更有看头了 因为毕竟通常就是大家都是看一个人在变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看双人在变 我变你变我变变变 对然后就一起变也有 就比较更特别的一个层次感 那其实你觉得说这个魔术 跟这个变脸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一点点 其实两个都有一定的难度 就看本身自己吸收的能力在哪里 对 好了那今天我们不玩变脸 好我们今天就在空中玩这个魔术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在我们的iPhone的脸书 进行直播的话 人家现场要先进行第一个的魔术表演了 我看到有道具就是有这个杯子 非常简单的 就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杯子 OK OK杯子 接下来这个杯子很简单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准备 一瓶水 OK OK一瓶水 OK 先开这瓶水 就是有水 然后水就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对就倒在这个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空杯子里面 空的 你看一下 对来 倒反看有没有水的 对一定一定是空的 就空的 空的 OK 好 空的好 所以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杯子在这里 我们就倒水 简单的倒水 把水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OK 然后水倒了 把这个瓶子放下先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杯子 双手的握紧 好啊 金龙 那现在你就要念这个咒语好不好 咒语的啊 对的 你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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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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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然后练画龙点睛练几声的话就完全不见了 所以就画龙点睛这个咒语非常厉害 你驾车如果塞车 你要这个车表顺畅你也可以说 不是要说你要听画龙点睛 保证你心情会特别的开心 是啊 还可以再吃饭多一次吗 是哪一个呢 那个水的 基本上这个表演很多人说 编了一次过可以编第二次吗 通常我都会告诉他可以明天为什么呢 要等下雨 等水回来先我要装回那个水 好幽默的魔术师 OK好了 那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脸书直播去看一看 等一下的话呢 还有其他的魔术表演 包括呢 可以聊一聊他的魔术人生 锁定ifm画龙点睛 变变变 因为请到节目现场呢 也有来自三美兰州芙蓉的魔术师 Daniel曹富珊你好 哈喽大家好 是的 Daniel刚才在歌曲广告之前呢 在现场就变了倒一杯水 然后呢明明呢 那个水呢 是在那个杯子里面的 然后结果突然之间念了几句画龙点睛之后 这段水就不见了 消失了 到底在哪里呢 期待金龙肚子里面 好 那请说到这个魔术的话 你说嘛 就是中学毕业了之后 就很想说 去学一门的 这样一个才艺的部分 那也自己呢自修了一年多 对对对 那一年多会辛苦吗 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刚出来就是念洗这些全部 算是一个人生的低潮期 对就那整一年多时间都蛮辛苦的 其实说 而且据我所知啊 其实魔术的道具也不便宜对吗 对不便宜对 价钱都蛮高的 是看这个物件的大小 那有一些可能 对还有看了效果 效果 对 那你就是买过最便宜的道具 大概多少钱 最便宜的话 也要一个五六十零级左右 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一个简单的 对 可能几张那个扑克牌这样子 对对对 有有有 对有 那些都几十块钱了 对好像一些海绵的 类似海绵的东西啊 那魔术都是这样的价钱 那最贵的话呢 最贵我的本身最贵是去到 五位数以上都有 五位数 对 那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想要说 尝试去做这个道具 一定要买的吗 还是可以自己做的 可以自己做的 因为就你需要有这个教学 有这个整个构造的 图的构造呢 都可以自己做的 对 那大家都可以通过 我们的脸书直播 然后去看去听 我们自己的访谈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那其实说到这个魔术的话 你觉得学了之后 对你的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 我就看到不同的人事物了 对 就在表演事业中 就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表演 对 看到当地的这些 不同反应的一些 就是出席的朋友 他们的反应都不同 就可以感受到很多人 事物的东西了 你还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说 第一次正式在台上表演模式的时候 惊醒怎么了 第一次的时候当然是 很紧张 因为怕等一下万一有失守 对 还是到去会失灵的话就惨了 那其实到现在他就辣了 有没有失守过在舞台上 现在的几率是10%以下 非常低了 很低 就之前都有啦 之前 不是每一次 是偶尔失守 可能有一场 就是有小小的错误 小小的错误失误那样 那其实当时如果是万一啊 在这么多人看着面前失守的话 当下你会怎么做呢 通常有时候我们失守 就可能自己知道而已 就可能观众是也看不出来 有失误还是怎么样 就马上我们在舞台上 自己就赶快救回来那样了 所以是完全没有大失误啦 大失误是没有试过 都是小小一些小失误那样 这样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们这也门外汉 我就觉得 某时候表演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比如说一个人躺在那个箱子里面 然后突然间一转的话呢 那个头跟那个脚 就会完全就被分割 对分开完了 分开 对 对怎么 OK那个很多朋友说 这么酱烈会不会是骗人 其实我都会告诉观众说 那是一个幻觉 幻觉 对眼睛就你被他蒙着了 有这么厉害吗 所以就看到他分开 所以他问了过我就说 可能你要去看一看眼科了 对因为眼睛看了怎么分开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对啊 包括那个布盖在那个什么 桌子那边或椅子 然后那个布盖上面的话 那个椅子就会自己进身上来 会飞起来飘浮起来对 那个可能没必须上面有绳子绑着 你不要骗我啦 怎么可能 对 所以往往很多小朋友知道吗 回到家就会去示范 对 家长其实有时候在看魔术片的时候 正确的引导跟怪兽孩子的一些知识 非常重要的 引导他们说其实这一个呢 比如说大哥跟大姐姐他们是有经过专人的训练 你不要在家里就拿那些碗玻璃碗来 还有拿一些刀那些东西 对那些是不行的 记得小朋友当你们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投入 对不对 因为这些哥哥姐姐的话都是有经过训练的 是的 好像每次我在表演可能有一些危险动作 有玩到火刀的东西 我都会向这个主持人先报告 就想这个我们表演经过专业训练 就小朋友们都千万不要在家里 就是学就模仿了 因为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其实主要就是魔术的话 把欢乐带给大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往往真的很多的想象空间 为什么不见得 为什么又回来了 为什么那个嘴巴里面 会吐出那么多的白纸 会长长的一条 这样子拉上 越来越长的 这些都是魔术 对 让人开心的一种娱乐效果 不然小朋友就是 比如拿那个报纸 然后放在嘴巴里面 那就可以吐出那个白色的纸 这些都是魔术 好 继续守住我们的画龙点睛 那等一下在歌曲来之后 Daniel在现场会示范另外一个魔术表演 锁定我们的脸书直播 这首歌是林志颖的戏梦 去锁定艾亚饭 我们有魔术师Daniel曹富山 哈喽Daniel你好 哈喽大家好 在我们的脸书也进行着视频直播 那网上好多朋友在期待这里的魔术表演咯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聊 好 其实说到魔术的话呢 我们一次看到一些魔术师 那在别人的时候 他都不太喜欢其他旁边有人站的我 其实还好啦 对我来说 360度都OK 都可以吗 都可以站人对我来说 因为之前有时候一些魔术师就要主持人报告说 请左右两边的朋友来往前面坐这样子 对因为可能那些可能他会前面会比较看到效果 对所以他就要清场 他不是担心说我们从旁边看到破绽了 应该不是啦 对他其实他魔术师是为大家好啦 就从正面看的话呢 其实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对是的 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破绽的话 有时候会不会一些人 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很方便嘛 很发达 是的 然后身为一个魔术师的话 如果被别人当面揭开破绽的话 对 你会怎么去应对呢 之前也是有试过 但是我们只是对他微笑而太过意 不用太过任何的去争执或争吵 对没有没有 就只是纯粹微笑而已 对 其实同理心啦 其实魔术师的话 他主要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 然后呢 第二的话就是多赚点生活费而已 是的 真的不容易 好 那其实说到魔术的话 每一次都要有这音乐称托 对的 要配合音乐 可能他整个视觉效果看起来 跟听起来会更完美 嗯 所以现在的话 魔术师都很不简单 对不简单 你要会剪接这个音乐 然后准备道具 就一手包办了自己 嗯 那你现在本身的话 现在魔术道具大概有多少件 多少件算不清 真的算不清 因为大大小小 超过上百种都有 上上百种 对对对 下一次的话呢 就再把所有带过来 在直播室 我就让一个小时 现场变 哇 这样的话太夸张了 哈哈哈 变成魔术秀 很难说的啊 就变成 等下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魔术秀 画龙点睛特别节目 对魔术秀 搞不好那个点击率会破百万这样子 大家就可以一起一起来看了 希望了 那我们就说了嘛 即将在现场的话 变着魔术 那接下来我看也带了一些道具过来 是的 这道具是汤匙 对一个铁汤匙 好大家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直播看哦 赶快赶快 在这里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好啦 那我们看到这个汤匙 OK 这个是铁汤匙 平时我们吃饭的 吃饭的铁汤匙 OK 拿到它叫正大眼睛 对 看一看 正大眼睛 看着这个汤匙 它还变怎么样 不知道我也不晓得 它变筷子吗 不晓得我们就来试一下来 好 镜头前面看好咯 各位观众朋友 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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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再变了 不够大声 所以它可能还没有做到效果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来 1 2 3 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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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看到这个汤匙歪了 真的 金龙再喊一次好不好 画龙点睛 这么厉害 整个汤匙歪了 它就一瞬间变了怎样呢 变弯曲了 是的 好夸张 那大家就可以透过我们直播看得到了 对 所有的小朋友们记得 不要拿家里的汤匙来玩 可以拿来玩 但是要拿铁 不要拿玻璃了 它跌下来就碎了 但是铁不行 等下万一弄到手会流血那些 对 要小心 要小心 是的 我担心等下大家听了之后 小朋友会发现 我哪有家里的汤匙 OK 所有的父母亲们 阿公阿嬷 如果你家的汤匙 万一全部都变歪了 不见了 不见了的话就要找这小孩了 OK 好啦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魔术融入生活当中 就是主要是把欢乐 把更多的娱乐带给大家 是的 还有就是生活不会那么乏闷 就可能出去喝茶的话 都很闷 大家现在的低头足都挂着玩手机 可能你突然间来个魔术 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比如在朋友群聚会当中 可能会小耍 又有魔术的话 搞不好又吸引到不同的人 对你令你异性 对啊 你好幽默 你好有才华 这个会不会是你当年 要追你孩子的其中一个招数呢 其实以前可以 但现在都不可以了 因为现在旁边多了一个女的跟着我了 所以就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我相信你明白 我知道明白 就是当年会不会是因为你吃了魔术之后 追到你的女朋友怎么样 有吗 有 有 有两三次左右 就用魔术来吸引他 对 可能就是他欣赏是你魔术的一面 不晓得 那我过后 反过后我要去问一下他了 好啦非常谢谢你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 这首歌曲的是陈晓东的心理游戏 感谢大家透过脸书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